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在不同的地方 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一起来敬拜这位看顾我们 这位造我们 这位施怜民的神 我记得在2018年的7月15日 我也用同样的经文 耶稣基督平静风浪这一段经文 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过 当时用的主题是平静风浪的主 那用的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的记载 因为同一件神迹 在马太福音 在马可福音 在路加福音都有记载 但是记载的角度不太一样 那上一次我记得2018年的时候 是从耶稣基督主的眼光 来看这个风浪 那今天因着疫情 在全世界的蔓延 我用门徒的眼光 来看风浪 来分享这段经文 那可能也代表一些人 当下的心境 所以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 大家可以翻开圣经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四章 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 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 反倒了我们一起来读 当那天晚上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 耶稣仍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 枕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他 说 夫子我们上命你不顾吗 耶稣醒了 四折风向海说 住了吧 静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感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圣经先读到这里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因为门徒说 夫子我们上命你不顾吗 所以今天我用一个题目叫做 我们上命了吗 我们上命了吗 弟兄姐妹 在今天的这个经文 我们读完以后 我们就用我们上命了吗 这样一个主题 来跟弟兄姐妹分享 那在分享之前 我们还是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 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期里面 在许许多多的医护人员 抢救那些生病的人 战斗在第一线的时候 我们却可以安静的 平安的坐在自己的家里 坐在教堂里面 来敬拜你 这是你给我们特别的提醒 让我们来亲近你 让我们来呼求你 因为只有你可以平静风浪 只有你可以止住瘟疫 主啊 我们犯罪 我们得罪你 我们爱世界 过于爱你 我们忘记了一切 都是你所赐予我们的 主啊 我们将自己当做了主人 但是当这疫情蔓延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 我们人的有限 求你让我们重新 能够归回向你 遵你为一切的主宰 主啊 求你那未曾缩短的绑壁 止住这个瘟疫 让中国 让美国 让欧洲 让全世界 都可以因着这次瘟疫 能够悔改 主啊 求你不单给我们 信靠你的儿女 也给各国的领袖 有智慧 来制定有效的措施 也特别安慰 在这一次瘟疫当中 失去亲人的家庭 主啊 求你在这个时候 也亲自的让我们 每一个信靠你的儿女 能够窃窃的 窃窃的 来到你的面前 来祷告 将我们的心 来归向你 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 Amen 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 刚才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用三个方面 来跟弟兄姐妹分享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 丧命的环境里 惊涛骇浪 什么样的丧命的环境呢 刚才我们读到的 经文里面看到 第一是 忽然起的暴风 什么叫 忽然起的暴风呢 忽然起的暴风就是 连这些渔夫 彼得 安德烈 雅各 约翰 这些有多年的捕鱼经验的 在加利利海上捕鱼的渔夫 他们也没有提前预料到 因为我们根据三卷福音书的记载 那么在耶稣基督说 要渡到海那边去 就是从加百农 要渡过加利利海 去对岸 那么马可福音 紧接着这个经文的记载 后面第五章 就说到 耶稣基督要到 对岸去 一个叫哥拉森的地方 去赶出 在那个乌鬼 在一个人身上是群鬼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 如果三卷福音书 都没有记载 那些门徒有经验 那些门徒有对风向天气 因为他们补鱼多年 如果他们知道 有这样的风暴会来临 一定会阻止这一次航行 但是没有记载 他们阻止这次航行 说明这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 所以三卷福音书都记载 忽然起了暴风 而且刚才我们所读到的 马可福音里面说 甚至什么呢 甚至船要满了水 因为波浪 把水打入到船舱里面 那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状态当中 我们有没有想过 就像现在所面临的病毒 在武汉爆发之前 也是没有人预料到 甚至在武汉爆发了以后 甚至在武汉封城了以后 那世界其他的国家 世界其他的地方 包括美国 包括加拿大 也没有意识到 这个病毒会突然的 甚至来到了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预防措施的 甚至很多的物质都缺乏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弟兄姐妹 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 我们有没有想过 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遇到 突如其来的风暴 那我记得2003年的 7月26号的晚上 我接到电话 接到什么电话呢 就是从国内 我的叔叔打来的 说你的妹夫 突然车祸离开了世界 然后在那一天 在那一天的早晨的时候 他是跟妹妹 跟我妹妹 然后跟他自己的孩子 我的子女 吃完早饭 然后安安心心的开着车 准备自己开车去北京 就在路上被车撞死了 所以这突如其来的风暴 是我们没有提前预料到的 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不单纯是突然 而且是我们看新闻记载 还是波浪打入到船舱里面 船甚至要满了水 这个危险状态 危险状态如果没有外面的帮助 那么这些门徒是一定会 船会沉入到海里面的 因为当时我们看到 门徒的那个状态 他们非常的紧张 他们要的 有的人在摇颅 摇桨 有的人用衣服 或者用什么器具 在把船舱里的水 使劲地往外摇 在这样的一个局势里面 虽然他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 但是也没有办法 力挽狂澜 不单纯是 人生当中会遇到这些 突然的风暴 很多的时候 还有在这些风暴当中 还有我们内心的风浪 所以一个是外面的风浪 是看得见的 就像现在的这个病毒 疫情的蔓延 还有内心的风浪 是看不见的 当时门徒在船上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有什么 有胆怯 有惧怕 有小心 甚至他们在叫醒 夫子在叫醒耶稣的时候 说夫子我们上命 你不顾吗 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一个埋怨的口气 心里面满了埋怨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 这个风浪 打击这个门徒的船的时候 这个风浪 可以打击门徒的船 但是 你不能让风浪 进到船里面来 进到船里面 船就有沉没的危险 同样的 人生的患难 人生的痛苦 人生的各种各样的试探 烦恼 都是人 里面的 人生里面的风浪 我们可以 我们甚至没有办法 让外面的风浪停止 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些风浪 不要进到我们的内心里面来 如果进到我们内心里面来的话 我们就会恐惧 我们就会惊慌 同样的 这一次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 他们的恐慌的状态 他们在短信 在朋友圈 在各种场合 所说出来的 所表现出来的 那种恐慌 所以 有人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也应该能够体会到 恐慌的这个情绪 甚至比病毒 更加可怕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一些 另外的景象 我看一些朋友说 哎呀 我的邻居 为什么他一点也会害怕 哎呀 我看到他们 怎么到现在还不戴口罩 哎呀 我看到我的这个 西边的邻居 今天开party 东边的邻居 明天开party 怎么一直这样的一个 好像毫不在乎的一个情形呢 所以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 在西方国家的一些 白人的群体里面 他们对待一些 外部的灾难 外部的患难 就是说 他们人的力量 没有办法控制的 一个状态的时候 他们的心态 其实是一个比较平和的 相对于我们华人来说 因为他们有一个共识 什么样的共识呢 就是他们认为 生命的这个去和留 生命的这个掌管者 在上帝的手中 什么时候会去 什么时候还要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 他认为上帝早已经安排了 所以就像今天 我们华人有时候 虽然已经信主了 但是对于生死的这些问题 我们还是非常的紧张 而且非常的恐怖 甚至避免提这样的字眼 那我记得有一次 一个姐妹分享 她说 她看到一些白人 她看到一些这些传统 比较这个传统意义上的白人 到他们的这个家乡 到他们的住的地方去看望的时候 发现有些人虽然有残疾 有些人呢 甚至身上还吊着这个 一些管子 或者是这个疏养的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管子 但是他们的精神状态 他们的那个乐观的那个样子 他说非常让他心里面受震撼 哇 他们对待人生 就是非常的这个自信满满 不管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 不会像我们 如果我们觉得哎呀 我现在又动了几次手术了 我现在得了这样的一个绝症了 我现在没有办法控制 我作为现在这个非常可怕的环境了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就会怎么样呢 我们就会非常的消极 我们就会哎呀 顾影自怜 我们说哎呀 甚至看到这样的人 我们一个健康的人 看到一个这样的人 我们就会投去那些同情的目光 这是我们很多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但是 你看到的那些白人呢 他们不会这样 就算他们身体有残疾 就算他们甚至动了好几次手术的身体 但是他们认为 这一切其实算不了什么 而且呢 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 然后在这个每天的日子里面 就是正常的人一样去生活 周围的亲朋好友 也认为他力所能及的 他能做的 就让他正常的 像正常的人那样去做 不觉得需要去给予他过多的同情和可怜的眼光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我们有没有想过 就是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如果是恐慌 如果是恐慌 而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而不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 对他深刻的 对他深入的认识的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怎么能够被主的生命所充满 所不断的所充满呢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只会越来越恐慌 这是第一个 就是在这个上命的环境里面 有外面的惊涛骇浪 有里面的风波 心里面的风波 那么在第二个呢 在这个上命的环境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会看到的东西 当作没看到 就像当时门徒 门徒他们在这个船上 还有谁在船上呢 圣经上说 耶稣和他们同在船上 耶稣不单纯是在船上 而且圣经上记载 在船尾上 马可福音特别记载的很细致 说在船尾上 整着枕头睡觉 弟兄姐妹 其他的福音书 马太和路加没有说 耶稣基督整着枕头睡觉 这样一个画面 当我们读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 可以想象耶稣基督是那样一个平静的 安稳的那样一个状态 当然从一个方面说 他仍然是平安的主 他仍然就是平安 而且呢 更重要的是 在这样一个环境波浪 汹涌的环境里面 任何事情都不会侵扰到主的平安 那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呢 他是人 他会累 所以他困乏了 要睡觉 因为在前面 这段经文的前面 说到他讲道 说到他的服事 然后紧接着 在这段经文之后 他马上坐船之后 又要去格拉森这个地方 去赶群轨 而且是这群轨 是赶到两千头猪的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 门徒好像忘记了 主耶稣基督在船上 因为这里说 他们不断的 他们惊慌失措的 他们使劲的 拼命的咬水 咬卤 大声的喊 然后当他们来到主的面前 来到这个睡觉的主的面前的时候 他们是什么样呢 他们突然想起 主我们的夫子 那个圣经当中记载 在这个马可福音前面 他还使那个 是路加福音记载的 也是在这件事的前面 马可福音虽然没有记载 这同一件事 就是拉因城的寡妇的儿子 耶稣使他复活 他能够使死人复活 那这些门徒 这个时候才想到 这样的一个情形 然后怎么样呢 就赶快去叫 但是在叫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语气 他们的那个口气 夫子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 是一个很埋怨的口气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有时候啊 也跟这些门徒一样 甚至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跟这些门徒一样 就是我们认为 自己能够搞定一切 我们认为自己 凭自己的这个智慧能力 我们能够 不需要来求主 然后呢 把自己的未来 把自己的工作家庭 然后一切的 甚至教会的侍奉 以及我们都安排的 有条不问 我们都按部就班的进行 都在我的掌控里面 所以不会脱离我的掌控 所以我不需要 依靠上帝 不单纯是现在美国遇到 全世界遇到这样的 一个疫情的状态 在你看没有遇到 这些状态之前 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你看大家都是 哇经济经济 一直是拼经济 要GDP的数字增长 要强国目 要人类共同体 这些口号也好 这些落实的 这些措施也好 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哪里还需要 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宰呢 但是突然起来的 忽然来的暴风 突然来的病毒 上帝踩下了这个刹车 上帝踩下了这个暂停键 让我们不得不停下自己的脚步 那弟兄姐妹 让我们想一想 如果今天 如果世界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 耶稣基督的时候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那么当这些门徒 眼里面只有风浪的时候 他们忘记了 耶稣基督在船上 所以当他们眼里 只有风浪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就是数字 我们看到的就是死亡 所以现在全美国 已经12万多确诊的病例 然后死亡的人数是2000多人 全世界呢 已经超过50万 所以我们如果眼里面 只有风浪的话 看到的都是这些 然后你听到的消息呢 就是各种可怕的 哇 说这病毒要会两年 会多少年 如果没有疫苗的话 就是根本不可能 制服这个病毒 等等等等 都是可怕的消息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仍然坐着围望 疫情泛滥之时 耶和华仍然坐着围望 我们有没有透过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我们有没有透过这些东西 来看到一些属灵的真理呢 为什么主耶稣基督 一定要从加百龙 渡到加利利海的对岸 去哥拉森那个地方呢 因为加百龙是犹太人 居住的比较集中的地方 而哥拉森呢 是外邦人居住的 比较集中的地方 那主耶稣基督 他心中的那个 救灵魂的那个使命感 让他忘记自己的疲劳 让他忘记 当然他知道 他知道这个风浪 他作为神的神性的角度 他是一定知道 这个风浪会来的 魔鬼会攻击的 因为是污染起了暴风 因为他要去救灵魂 魔鬼不甘心 所以兴起这样的暴风 兴起这样的风浪 来阻挠主的工作 但是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今天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 在这样的一个病毒泛滥 我们只注重病毒的这个蔓延 而没有看到 我们内心里面 那个罪的蔓延的话 其实是比病毒更加可怕 因为病毒最终将会过去 但是那个罪的蔓延 如果我们不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话 是没有办法止住的 今天我们将这一切的这些东西 像无论是在这个中国 在美国 在欧洲 我们看到的景象 就是不要上帝 像在美国把上帝从法院 从学校请出去 然后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 拆毁教堂 停止家庭教会的聚会 一些这样的现象 然后弟兄姐妹 在这样的一个病毒泛滥的时候 我们难道不想到一些属灵的真名 就是耶稣基督要借着这些事情 让我们能够属灵的方面能够觉醒吗 有没有想到 我们的神要借着这些事情 让世界 说明他爱我们 说明他要借着这样的世界 让世界重新能够回到他的面前 如果透过这张病毒 世界的人 包括我们信靠主的儿女 还不能够在祖灵上有觉醒的话 那实在是将来是浪费了 白白的经历了这样的一次病毒 白白的经历了心中的恐慌 因为我们看 我们继续来看 因为在前面我们分享 上命的环境有外面的风浪 有内心的焦虑 上命的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人甚至只注重风浪 门徒只注重风浪 我们只注重病毒 我们眼里看不到有耶稣基督的同在 我们除了害怕 除了恐慌 就是什么 就是自己想各种的办法来对付 但是第三个方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就是上命的环境里面 怎么样的来保我们的命呢 叫做保命良策 那么在这里就是叫做叫醒耶稣 门徒来叫醒耶稣 就是祷告 那么在三卷福音书里面 对耶稣基督门徒 在耶稣基督面前的祷告呢 好像有一点点的那个口气上的不同 第一我们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说 主啊救我们 我们上命了 这是一个呼求 在路加福音里面呢 我们看 他是这样记载的 夫子夫子我们上命了 是一个经教的 一个经教的一个状态 那马可福音呢 刚才我们所读到的 就是好像一个不满的 埋怨的 在主的面前说 夫子我们上命 你不顾吗 所以透过这三卷福音书的记载 我们知道 其实这三种情绪 这三种情绪 都是我们平常 可能在主面前 祷告的时候 遇到灾难 遇到患难 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的一个状态 第一是 我们到底是用这个 经教的口气 来到主的面前 还是用埋怨的口气 为什么是我呀 为什么会临到我啊 主啊 我实在是比某某人不差 为什么要这样的事情 临到我呀 还是我们就是浅诚的 安静的 来到主的面前呼求 说主啊 救我们 我们上命了 这是马太福音的 这个祷告 那么弟兄姐妹 主睡着了 那么在三卷福音书里面 记载都是主睡着了 那么主的睡着 是不是他不管门徒呢 是不是他不顾这些风浪呢 不是 其实主没有睡着 和主睡着 都表明他和门徒是平在 也表明今天 在我们所行走人生的道路上 主如果没有睡着 表明他明显的同在 主睡着 表明他暗中的同在 在这样的一个境地当中 我们向他呼求 无论是忽然来的暴风 无论是慢慢临到我们的状态 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 是什么样的一种祷告呢 首先 我们应该是出于信心的祷告 所以三十六节下 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马可福音 三十六节下 那里说 他们就把他 就是他们就把耶稣一同带去 这句话 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 都没有记载 为什么说他们就把耶稣一同带去呢 到底是门徒带耶稣去到对岸 还是耶稣带门徒去到对岸呢 其实这里表明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我们走信心的道路 也是如此 很多的时候 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觉得 主真是对我们好啊 我们一祷告他就听 所以呢这样的主我愿意顺服 我愿意听他的话 然后呢你就跟随他走 跟随他走 觉得一切都很顺利 信主 信这样的主 信这样的耶稣非常好 但是当走了一半的时候 当你跟随主有一段时间以后 一些事情 一些问题 一些状态 不是你所预料的那样 也不是像你所以前 哎呀我刚刚信主的那样 这个时候 你就开始不要顺服主了 这个时候 你就里面的那个 自我的意思 那个骄傲的意思 那个我想做主的意思 又开始冒出来了 所以就说 那主啊 照我的意思嘛 我要这样做 所以你根本这个时候 就很多的时候 你的灵修 你的读经 你的祷告 你的聚会 你的所有的 跟主有关系的生活 都跟刚刚信主的那个时候 大发热心的时候 不一样了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说 就像这些门徒一样 就会走在主的前面去了 主啊我带你去过 过到对岸去吧 主啊我来带你吧 你看见没有 我可能比你 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好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以前我好像讲过 这个故事 或者是弟兄姐妹 听别人讲过这个故事 就是在一个 华丽的教堂里面 前面有一个十字架 十字架上 有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的像 当然 这可能是天主教堂 那么他 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受难的像呢 经常会有人到这个十字架底下来祷告 然后跪在那里 站在那里 坐在那里 在十字架底下祷告 然后这个教堂的后面 有一个开门的人 开门的人有一天 就对耶稣说 耶稣啊 你在十字架上 一直那样挂得太累了 让我上去代替你 一段时间好不好 然后你呢 就装扮成我 一样做看门人 耶稣就答应了 当然这是一个故事 不一定是真实的场景 但是可以说明一点 属灵的道理 就是这个 开门的人就上去了 然后装扮成耶稣 但是耶稣告诉他一件事 他说 你在那个十字架上面 无论有任何的人 来求什么 来祷告什么 来倾诉什么 你都只要听着就好了 不要说一句话 他说好 这个容易做到 然后呢 有一天 就有一个人 拿着一袋金币 来到这个十字架底下 祷告 然后祷告完了以后 也不知道他祷告了一些什么 嘟嘟嘟嘟 讲了很多 然后就急急忙忙又走了 走了就把那个金币忘记了 放在那个座位上 就走了 后面又进来一个人 第二个人呢 就是一个水手 然后他就说 求耶稣保守他们 船上的人出海的时候 有平安 然后让他们这次来去 都很顺利的回到家 祷告完了 他也走了 但是弟兄姐妹 在第三个人 在第三个人 要祷告的时候呢 就是他进来以后 他说 哎呀我的母亲生病了 急着等这个要治疗 要治病 要怎么样 然后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他刚刚祷告完以后 看到边上有一袋金币 有一袋金币 他就把这袋金币拿走了 感谢上帝 感谢耶稣 听我的祷告 我刚刚祷告完 说我的母亲治病需要钱 这里马上就有一袋金币 就拿着金币走了 然后当那个丢失金币的人 再进来的时候 找不到金币了 找不到金币就非常的着急 然后那个水手呢 那个水手 这个时候 在又进来的时候 进来的时候呢 他就抓住那个水手 他说 是不是你拿了我的金币 是不是你把我的金币偷走了 水手莫名其妙 他说我没有 没有拿你的金币 但是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 他就使劲的纠缠 让这个水手还他金币 所以十字架上的 那个开门的人 就忍不住了 说我告诉你实际的情况 不是这个水手拿的 是怎么什么样的 这个某某人拿的等等 当他讲完以后呢 就说你看 等那些人都走了 他就对耶稣说 你看我刚才 顺利的解决了这个纠纷 让这个事情 很快的平息下来 但是耶稣说 你还是下来吧 让我上去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整个事情 弄乱了 弄糟糕了 因为那个拿金币的人 他的那个金币 是要带去 要去赌博的 要去做不好的事情的 要去吸毒的 而那个生病的人 他的妈妈生病 把金币拿走 是正好可以帮助他急需的 但是呢 你现在让那个水手 让那个水手 因为他离开了 你告诉他 不是是 让他去追另外那个人 是某某人 他从什么方向走了 你去追他 可以把金币追回来 而你让水手走了 但是如果你 不让水手走 拖住他 他们一直在那里 纠缠的话 那个水手就没有机会 上船 那么那个风浪 因为这个船 耶稣说 这个船会遇到风浪 这个船会沉到海底去 船上的人会死掉 那么水手如果没上船 不是救了他的命吗 所以这件事情 不是说要告诉弟兄姐妹 故事的真实性 而是说告诉我们 我们总认为自己 很多的时候 我们认为自己 比上帝 比耶稣基督 更有办法 来解决一些问题 我们以为我们的知识 以为我们的经验 以为我们的背景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让我们想到 很多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要按照 上帝的方法 按照上帝的心意 来做的话 一定那个结果 比我们所做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像圣经当中 所记载的 当时马大和玛利亚 姐妹两个 他们接待耶稣基督 到自己的家里来做客 我们看到两个人的态度 是不一样的 马大呢 他就非常的热心的 接待主 哇 我是主人啊 耶稣是客人 来到我的家里 我要做好吃的 我要让他 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我要让他 好好地休息 心意多么地好 对不对 但是呢 玛利亚呢 他的妹妹没有 他是把耶稣基督 当作主 自己才是客人 他安安静静地 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 听耶稣基督讲道 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马大把自己 当作主人 把耶稣当作客人 而玛利亚呢 是把耶稣基督 当作主人 还有我们看到 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 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在井边上来打水的时候 耶稣基督告诉他 说你如果向我来求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活水的源泉 但是这个妇人呢 她说 你也没有器具啊 井呢 又这么深呢 你呢 又从哪里可以得到活水呀 看见没有 他认为自己 他认为自己比耶稣有办法 他还跟耶稣基督出主意 你没有器具 井这么深 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得到活水呀 很多时候 我们就像这些撒玛利亚的妇人 我们也像马当 我们发自己的热心 我们认为自己可以 来解决生活当中的风浪 但是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不是说有问题了 就敷衍了事的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 我们才来祷告 而是说信心的祷告 什么叫信心的祷告呢 就是基于对耶稣基督不断的认识 因为当这些门徒 他们知道耶稣 是耶稣 是他们的老师 他们也知道 他有母亲 还有一些他的兄弟叫 雅各叫什么 犹大这些名字 他们都认识 但是他们竟然在 这个经文的结束 这件事情结束的时候说 这到底是谁呀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 看见没有 这到底是谁 因此当门徒叫醒耶稣 来向耶稣祷告的时候 然后当他们向耶稣 祷告的时候 如果不是出于信心 如果不是出于对主 不断的认识的话 那么他们所祷告的 就是说 这到底是谁 今天我们也说 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说 主啊 我们知道你是主 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 在我们的认知里面 在我们过往的经验里面 我们有没有尊以为一切的主宰 我们要好好地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连鬼 你看主耶稣基督 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时候 他去哥拉森赶鬼 连那个被鬼妇的那个人 从鬼里面口中都说 啊 至高神的儿子 不要叫我受苦 连鬼都知道 他是至高神的儿子 那我们呢 今天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是不是连鬼的认识都不如的话 那实在是太可怜了 那我们的信心 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只是建立在牧师的讲道 只是建立在查经的 那个道理的认识上 所以当我们说 当我们说 主啊 我们相信你的时候 主啊 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主啊 你不单纯是掌管这个世界 连这些小小的这些病毒 也被你所掌管 那如果我们对他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为什么还会害怕呢 我们为什么还会恐慌呢 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充满了苦难 充满了战争 充满了危险的 我们怎么可以 我们怎么可以忽略 在这世界之上的 这位赐平安的主宰呢 我们怎么可以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虽然我们处在 风浪的这个浪尖里面 但是我们的心 但是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 是不是站在风浪之上的呢 我们要像门徒那样的 来学习的时候 门徒经过这件事情 他们对主有了 更进一步的认识 因为在之前 他们可能只认识 他可以使死人复活 他可以治疗瘫痪的人 他可以让我们这些人 有一口跟着他 可能有一口饱饭吃 等等等等 一些这样的认识 但是经过这个平静风浪 看到马太福音第八章 路加福音第八章 和马可福音第四章 这样的记载 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 他们对主 知道这位主 不只是行一些 这些肉眼看得见的神迹 连自然界的风浪 整个大自然 都在他的掌管之中 在人看来 他是谁谁谁的儿子 他是我们的老师 但是要让门徒 经历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们的老师 他同时也是 天地万物的主宰 所以今天世界的风浪 世界的病毒 无论怎么汹涌 只要我们在主的里面 只要我们的信息 经历过这些事情 我们就可以宣告 主 你不单纯得胜世界 也要得胜我们里面的罪恶 也要让我们人 因着你完全的得胜 阿们 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 我们在你面前 献上感恩的祷告 主啊 借着这样的神的话语 借着你自己所行的神迹 让我们再一次来认识你 再更多的认识你 更多的经历 不是我们比别人强 也不是我们说 我们比门徒信心更强壮 乃是我们多少的时候 跟门徒一样 处在风浪的光景当中 却不知道 主是仍然与他们 与我们同在的主 虽然今天世界上的一些 这样的 我们看到因着疫情 所带来的混乱状况 但是主啊 你仍然掌管着这一切 只要你肯 你完全可以止住这个瘟疫 但是你盼望我们 盼望所有信靠你的儿女 真的是及时的 能够回到你的面前 也借着信靠你的儿女 能够将这平安的好消息 能够将四人平安的主 耶稣基督 介绍给更多的人 让这世界 因着有主 能够充满你所给我们的平安 而不是外表环境的平静 感谢赞美主 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